12月6日,上午10时,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为表达对江泽民的深切哀悼,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与内地同胞一同进行悼念。 追悼大会当日,全港所有政府机构下半旗致哀。 上午10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特区政府、司局长及各级官员在政府总部站立默哀,并观看追悼大会直播。 香港18区民政事务处也于指定地点安排直播追悼大会,所有政府船只鸣笛三分钟。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及立法会议员也在立法会综合大楼中全程收看了追悼大会。 在场立法会议员集体默哀三分钟。 位于香港交易广场的港交所,显示屏暂停显示交易数据三分钟,并显示怀念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中英文字样,以表达对江泽民的深切哀悼。 在位于香港北角的培桥中学,国旗伴锤,上午时时,师生在教室中低头肃立默哀三分钟。 默哀结束后,老师为学生们介绍江泽民的生平事迹。 我觉得这次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是体现了我们对于我们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的一个追思。 借助这样的一个追悼仪式,让我们的孩子们去更深入去了解我们的江主席,包括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江主席为国家带来的贡献。 今天我教的班级,他们都没有经历江泽民主席执政的那个时代,但是我可以跟他们说一下,在那个时代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 怎样才会有今天我们这个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强国。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民教育,也是一个让同学们加深对于国家或者对于国民身份认同的一个好的机会。 江泽民主席为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奉献,他带领中国走向了新的真诚,我们应该以江主席为荣,继续向前进步。 据悉,江泽民同志逝世后,香港社会各界持续以多种形式表达哀悼,深切缅怀他伟大光辉的一生。 连日来,香港各界人士来到香港中联办设置的灵堂调研,大批香港市民自发前往香港中联办大楼外献花致哀。 许多市民在调研册上写下表达怀念的话语。 在香港,一些市民自发建立调研网站,许多市民在网站上献花、留言、表达哀思。 在港 bor安,许多市民自发建立谈阳沙,推达和商学 fifteen追求 请请请请者 m